豆皮 你在干嘛啊 我在阅读 才怪 你明明在滑手机 哦 谁说阅读只有一种 读LINE啊 滑脸书 IG 看书 追剧 资讯漫天飞舞 关注世界的动态 阅读就是我的超能力 2019 Open Book 好书奖 打开来读 有人陪你 详情请上Open Book阅读制 查看今年获奖的年度好书 以上广告由文化部提供 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的7点05分48秒 来 我们要为您来连线的是 潮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吴资信 要请执行长为我们来解说 在过去周末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场非常感人 影响力非常大的 所谓的对话影响力 我非常好奇 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基金会要办这样子颁奖典礼 简直是把志平多年来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说在一场值颁奖典礼里面完全做到 来 我们来欢迎执行长跟我们的连线 执行长您早 您早 是 谢谢您 还有各位听众 不管你是在 是早安或午安或晚安 是吧 是 是 是 因为央广队全球广播 好 这个 刚刚我们在节目中里面跟各位听众 来简单的叙述了一下 第一届的对话影响力奖 那么在这个周末我们在新北市已经举行 好 我们首先在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执行长 潮邦文教基金会为什么会推动这样一个奖项 那么什么叫做影响力 我想先请执行长为我们解说一下 好啊 OK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的确我们是在12月7号 这个礼拜在台北市 是在台北市 对推动这个对话影响力 那当然大家都会好奇啦 首先就是要解释一下我们潮邦的宗旨 潮邦其实会在2007年的时候 就定立看到社会的需要 加上我们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核心能力 我们核心能力就是引导跟对话 所以我们就把宗旨放在推动对话里 促进正向的改变 这个正向改变可以是组织社群或者是社会 OK 那么这几年来了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帮工部门 还有优秀的企业或者是在学校 非营利组织们提供对话的服务 所谓对话服务就是可能他们这个团队里头要共做愿景 或者是政府要做政策摆逼书啦 真的非常好的机会 那我们同时也感受到说因为现在这个误卡时代啊 事情变化的很快 那很多都是需要跨部门的合作 或者是就要创意 那这个是需要对话的 那有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大 那是不是人们对于对话的认识 还有他能够发挥的影响力 是不是有足够的认识 那因此在基于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想说刚好也是曹邦成立了二十年 二十年给自己一个礼物 同时也给自己一个检视 或者是说送给社会一个礼物 去举办这个对话影响力 邀请那些不管是个人或者是组织 或者是社区 这些人他们一直有在用对话来发挥正向的结果 这种单位个人来提案 然后在12月7号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个分享的方式 由他们的案例来分享 来让我们看到这些案例里头 到底有哪些对话元素 对话工具 那么主事者又是怎么去发挥这个造成影响力的 我们单就影响力这三个字来说 其实在推动对话影响力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其实会有一些阻力 对不对 就是我们看到本来对话就是要沟通 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情看成是类似的事情的话 那么想必就是不同意见的两方要来沟通 那很可能我的设想里面 因为我过去我们也曾经推动过好多次这样的一个 就是把这个当事人 新闻的当事人双方 就是不管你是赞同或反对的 把他们邀请到节目中来 结果他们可能是恶言相向 让我们很尴尬 对对对 就是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 甚至于是不愿意沟通的 好 沟通是怎么样的阻力 在这个对过程当中 我可不可以也请主持人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对吧 对话常常人家也是觉得说是一个沟通的一种形态 的确没错 是 不过我想说它是比沟通还要更有一个层次 有个意识 他们意识在哪里呢 在这些我有这个心态 我想要去聆听对方 我知道我们意见不一样 我想要去聆听对方 我想要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想 对 而且我把在沟通的过程中 我有一个是平等待人的心态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年痴或经验 他讲的东西的重要性 跟我讲的东西的重要性 是一样的 所以他在前提下要有这样子的元素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我 彼此了 我还是可以讲我的主张 这个我们叫做主张 但是我同时真的用一个学习者的心态去探寻他 所以因此这样子的对话的 要进到这个所谓对话的场域跟心态的时候 他就跟平常说 我想要去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我想要去说服对方的这种心态完全不一样的 那在这里我想跟夏先生分享一句 我平常蛮喜欢用的一个quote 就是那个波西那个诗人 Rumi Rumi有一句话说 在对跟错之间有一个空间 我将在那里与你相会 在对跟错中间有一个空间 之间有一个空间 我将在那里与你相会 是 棒极了 那那个就是对话空间 那我觉得如果彼此都有这意识到的话 我们真的比较可以免除掉 一开始就刚上来 然后我想要去说服 或者是一言堂的情况 这是在个人 那你在组织的话 你更可以想象 这么多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聆听 甚至于最后听完呢 还能够萃取出一些大家的重点或共识 所以它是要需要一点方法 如果我们谈到是团体的话 是需要方法这件事情 好这个可能这些方法就要落实在待会儿 执行长为我们来分享啊 这个每一个得奖的团体 他们用什么方法来落实这件事情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为您连线访问 潮邦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吴资信女士 那么请执行长为我们来介绍 在上个礼拜六 我们看到这一场对话影响力奖的颁奖典礼 我们首先先请执行长介绍了一下 潮邦文教基金会 同时呢 这么多年正在做的事情 还有最重要的是 两个意见不同的双方 他们怎么样可以对话 怎么样可以沟通 我想对话跟沟通 应该是化解旗舰最棒的第一步啊 好这个在这个颁奖典礼 我们看到有金牌奖 有银牌奖 还有铜牌奖 当然得奖的这个 这个不管是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也好 其实每一个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想先请执行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带来了三个故事 要跟我们一块分享 第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 我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是一个跨国公司吗 是不是 小先生 我觉得你给我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我们的识论各式各样 每一个都很精彩 对 我真的很想 让我们时间有限 对 我真的很想每一个都说呢 是是是 OK 好 那我们 首先我还是要澄清一下 是 我们跟这个班经营同这种班法 跟一般所谓说 我只想取一名两名三名 是不太一样 我们是用一个分数的方式 OK 那我们在这个案子里头 是去看些什么呢 就看当第一个会看说 这个案子里头 他的对话 到底他在他的场域里头 他是怎么样进行的 还有这个主事者 他的对话的实践者 他怎么善用他的资源跟权利去推动 那么还有对话里头 他的工具 他的方法 他的理论是什么 因为这个都不是一次性的活动 因此我们也会看他平常的组织 或公司治理的文化是什么 最后就是您刚刚问到 所谓影响力是什么 你想看到他的改变 或者他的创新 可不可以量化 可不可以直化 好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说 那个先从第一个铜牌讲 铜牌讲 它这是一个跨国公司 它是新加坡商 泰棠科技公司 这个公司本身就是在设计线上媒体的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其实设计线上游戏 线上游戏 这个是非常需要创意的 那披子之间当然是要脑力激荡 然后也是需要非常快速的 因此他的总经理就 引进了一个种思维 叫做敏捷思维 英文叫agile 敏捷思维它的意思 其实就是我们快速的尝试 然后快速的迭代 不断的更改 快速的迭代 然后重要的是 我必须去反思 那反思就是对话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组织里头 他们就会非常的鼓励 人工学习一些对话反思的工具 所以它也有大量的引入 我们叫做焦点讨论法 或者是团队共创法 这个都是国际上在用的 对话引导的工具 他就鼓励员工持续学习 希望就是全面打造成一种 学习型组织的环境 但在这整个沟通的过程里面 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比如说 struggle 难题困扰他们 他们又怎么去突破呢 有这样的记录吗 气节因我是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没有服务这个案子 所以我也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的评审都会回避掉 跟我们厉害相关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服务过 我就不会 要客观公正 对对对 好好 了解 非常重要 那当然了 也有可能就是说 平常会议太多了 是不是 那我们整个会议可以开精简一点 可是又可以让每个人都有发言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 更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的这个决策 所以总经理就是他不希望是 有些组织是由上而下 就是总经理说了算 或者保障说算 主管说了算 但是当你需要团队更多的创意 更多的看法的时候 其实领导者一个人可能没有所有答案 没错 因此他就需要这种参与式的 那甚至于他可以让 他就中间有好几次用一个方法 我们叫做开放空间会议 Open Space Technology 就是邀请所有的人 在那个现场 你可以提出任何你想讨论的题目 包括申签的规则 是 人工的福利 或者是包括 等等我们这个 软体设计上的问题 都可以讨论出来 我觉得重点是这个案子 是当我们在讲 组织有没有对话文化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办一次工作坊 他是有导入工具 然后会有领导人作者 以身作者 然后公司里头有的这个机制 一直在support 这种讨论的文化 可见这个公司里面 一遇到问题 就知道要赶快讨论 他们不容许问题存在太久 是的 他也这样子 协助他解决这种规定责任 或者是害怕冲突 有问题 先不要谈 说不定他会过去 发表不同意见是一个常态 重点是我愿意聆听学习 从对方的不同意见里头 可能看到我没有看到的 好可贵的一个企业精神 另外除了企业之外 我们看到有学校也来 就是来报名了参加这个比赛 是成功大学 这个案例我看了也很感动 指引长我想先请您来就我们介绍 这个是都市计划系 透过对话影响力 帮助地方来建设 这个非常有趣 是的 这几年来在台湾有推动一个叫UFR 这是学校的社会责任 我觉得学校怎么样去关心社区 或者是他所在的这个环境 那么成功大学这个都市计划系的副教授 张秀茨副教授呢 这个计划其实实行了三年 他就带着学生进入到佐镇 台南的一个山区 然后去实地的你可以说是田野调查好了 实地的去了解他有几条比较偏臂的古道 那么怎么跟这些在地的人 做一些探讨探寻了解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计划 协助这个当地的社区的经济发展 或者是说甚至于 透过跟不同世代的在地人 还有学生 那在地人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 互相对话以后 来加强他的在地的认同感 或者是特色 那当然很重要 因为他这是一个类似生态之旅 所以他也会协助或者是陪伴 地方的环境 这个永续性的这一块 是 年轻人跟老年人的对话 是是 然后而且是对话的结果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需求是什么 我看到原来这个地方上有古道的 这个观光活动形成的一个推动 或文化介绍的一个推动 然后让老年人把他们真正的精神展现出来 那怎么去推动 可能就是让年轻人来做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年轻人跟这个在地的比较年长者的一些对话 协助他们探讨他的文化的特色 那我觉得更可贵的就是说 他不是说我是个都市计划专家 或者是我们是都市人 那我们进到这个古道这个天乡来告诉他们说 你们其实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不是的 他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先发现说 我其实对于他这个在地性不太了解 所以我应该要学习 那我学习的方式就是开始跟他们去做天液调查 访谈 所以张秀迟副校图也很有心 所以他也了解对话是要有工具的 要有方法的 尽管是提问题 他也是要有技巧的 所以他就请了真的是专业的引导师来授课 培训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去访谈 怎么对话 然后甚至于后续说 当我们有这么多资料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萃取重点 因为他是计划的利益 我们叫利益相关人 就是一起捡进来的这些人 都多达到七十几个 然后又进行三年 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性 眼前来看好像这是一个 一开始就是一个我们深入社区 去了解这个社区的一个计划 但是没想到深入之后就发现了 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 然后很值得跟其他还不了解情况的外围的其他的 不管是这个其他社区之外 或者是观光客 跟大家来介绍 这个地方值得大家来看一看 是的 哇 很棒 公共电视好像也有报道 所以他带着把这个社区 或者是这个古道这一块带起来了 他社区的伙伴也觉得很开心 觉得说他们有一些自己原来不知道的需求 可能是经过这样子的专案 或者这样子的对话 批划 让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说 很有勇气要继续的推动 好的 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7点23分40秒了 此刻我们为您联系访问的是 潮邦文叫基金会的执行长吴资信 请执行长为我们来解说 这过去看到的对话影响力 讲的这个相关的几个案例 金长 这样子我们把今天7点半之前的 所有的时间都给您吧 因为故事非常的精彩 好不好 接下来你想要为我们介绍 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这个个案想必是非常的精彩 好 我简单的说 那听台讲里头 我挑了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新北市卫生局的一个专案 因为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 政府在做政策 就是单向的嘛 就找专家嘛 我们就立了一个政策白皮书就好了 是 可是新北市卫生局不是这样做 各位听众可能知道 我们现在高龄人口的增加 高龄人口增加 私自认人口也会增加 所以政府跟民众都是想要去面对 我们怎么样对私自认者 可以有一个友善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社区服务 在基于这样子的理念之下 2016年这个新北市政府就办了一个友善社区的论坛 那么他当然一定会有邀请一些专家做分享 可是他更可贵的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就邀请了利益相关者 包括家属 包括患者 包括专业服务人员 包括社区里头的商家等等 这些等等面向的人 都一起来请听他们真实的需要 然后还有他们的挑战 我们用的方式 还是就叫做开放空间会议 我刚刚讲的 然后就萃取出六大面向 政府经过一年 慢慢这个需求 然后在第二年 在同样召开开放空间会议 他就希望说大家来提创新的案子 很多人重复的再来参加 就是他觉得说 他的声音有被听到了 新北市卫生局有开始在做一些计划 因此真的这几年下 那是2016 所以这三年下来 他的确在新北市建立了友善的社区据点 用整个社区的资源 不管是实体的资源 或者是网络的资源 来协助我们失智患者 他可以 他是在他的社区 就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 打破一般人传统的认为说 那就是由上而下定处 定处台 可以说就好 那就不太接地气一下 我想到了一个新闻个案 就是过去我们曾经报道过好多次 也许是有一些社会福利团体 他们要为某些特定的族群 来推动在这个社区里面的烙地生根 但是却往往受到原先 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些居民的误解 于是乎他们也许是拉白布条去抗议 反对这样的一个族群进来 其实我们看到很 心里面很纠结的一些 我们看这是 对没错 这是他们的反应 这是他们的反应 没错 可是问题是这些特殊族群 他们需要这样的活动空间的时候 该怎么办 一个赞成 一个反对 当中的一个拉扯 对峙 就是我们现在正好就是 警长您这个基金会所要做的 这个对话影响力 让双方去沟通 结果得到一个良好的结果 对的 我觉得您谈的真的很对 就是他前面在决定之前 其实是要放出时间跟空间来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这样就比较可以避免到 一定马上就对抗 对 决定之前要有非常良好的沟通跟对话 这就是今天的关键了 好 这个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非常荣幸 能够为您访问到 朝邦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吴资信 请执行长为我们来解说 过去的这场颁奖典礼里面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个案 总共有十个个案吧 对不对 对的 他们得到了非常非常棒的肯定 因为他们所推动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值 我愿意在我们结束访谈之前 把执行长最重要的 刚刚所说的 这样一句slogan拿出来 各位我就听了 你把它牢记在心里面 不管你是遇到赞成的也好 是反对你的意见也好 赞成跟反对双方 可以怎么去沟通 在对跟错之间有一个空间 我将在那里与你相遇 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可以跟一个 跟你意见相左的人 最后可以得到一些共识 这不是非常美好吗 这个价值 我想今天早上 我太感谢主持人长 能够利用这样一个 短短的时间告诉我们 也让我们体会 这样一个美好的氛围 警长有好多社会议题 都需要您的努力了 像比如说 同志对话 对不对 挺同跟反同的对话 这个太重要了 其实我们这次也有的案子 就是政大的王真勇老师 他就开一个对话的教学课程 让同志跟非同志 来探讨这个议题 从自己的生命故事 彼此连接认识自己 那也改变了一般人的 不同的价值观 是 对话的这个教学课程 怎么样去对话 还需要学习的呢 好 每个人都可以 从自己先开始 是 太棒了 好 我们非常谢谢 警长跟我们的连线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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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